年轻人我觉得最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 是不要让自己的生活品质有太快太大的提升 为什么 我年轻的时候就这方面走了万路 但正常一定都会有这个心态 就是我看到别人开好车 我看到别人买奢侈品 我看到别人穿名牌 所以我想有 我想有的原因是什么 没有当时没有考虑那么多 我给自己的就是说这样牛逼 所以我要这么去做 OK没问题 但是你要明白一点是什么 你看不到的是 当你每个月面临大量的债务的压力 或者不是大量的 哪怕你觉得你能负担得起 但是你能够衡量你负担起 通过什么衡量呢 你现在的工资 和你认为相对稳定的这个饭碗 所以这就是提升生活水平的代价 这些人看起来 每一天过得很让人羡慕 像我那个时候很多人羡慕 我开着一个贷款的车 我买了一个贷款的房 我过着一些相对比较精致 但是每月都光也不存款的这么一个 但我每月挣的当日其实也不少 我觉得能一直可能这样 每月几万块钱的挣下几岁 所以我是超过消费 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 我认为这个东西特别重要 但实际带来的问题是什么 是当我有一天有可能这个行业不行 或者我要失去那个工作的时候 相当于我失去了一个 帮我还款的那个救命稻草 你的这些人 所有的生活品质表面的提高 都是板着他把这个工作 当做他唯一的依靠去堵的 但你都知道 就是现在你有什么东西是可靠的吗 老婆都不一定可靠 孩子都不一定是你的 什么都可能不确定 你唯一能靠的是你自己的能力 而不是这份工作 所以有一天如果你有贷款 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 你只要失业的那一天 你的这个空中楼阁就会崩塌 你的这个稻草就会沉 你就会面临极大的压力恐惧 然后沉沦 导致五年十年 你都要为你这个决定 一直付出代价 就比如说 你在我这工作 你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你去堵自己创业 有可能我不知道有没有 我觉得应该人生功会有 可能会有更好的选择 但你因为有这贷款 你不得不在我这工作 就不敢走 对 我给你工资可能也不涨 我也不跟你降 你还得受住我的脾气 你还得这样的 然后你安慰自己 唯一能说的就是 这个时刻这稳定 对吧 也没太多的活 也没他就脾气过 你我不知道什么 但你总能找到一个自己安慰 一定会有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 也会有这样 但我跟你不一样 我没贷款 所以当我这样判断的时候 有一两次 我觉得不行 那我就换了 其实我希望 你们所有 包括地方套也好 我是觉得你只有希望 或者说周围的人 能够通过跟你的交往 在这 他最后变得越来越好 生活越来越好 生活越来好 才证明你是对的 你是好的 我这只是一个中转战 我不希望 一辈子养着什么货 什么东西 但我特别能了解 就是你作为年轻人 你一旦有贷款 地方套里面也有人 就是什么家里有负债 要还款或什么 他马上就不一样 他现实中 他不敢 但是你年轻的时候 如果说你中年 你不敢 我觉得没关系 因为你闯过了 试过了 你知道那个怎么回事 你在一个最应该冒险 最应该去闯 最应该去试的年纪 你因为这个东西 你被拴在那 而且你那套房 在家捏不住 在老家 有人在北京 你被一个钢筋水泥 拴住了你的机会 拴住了你的人生 拴住你的梦想 我不会这么说 你明天辞职了 听我劝吃饱饭 真的 我跟你讲 这些专家的话 你可以不听 但我作为一个 真的 我觉得我真的年轻 我到现在依然年轻 我觉得 我跟年轻人 绝对不存在带勾 因为你不管人类 怎么进步时代 怎么变 你知道吗 人类最后要的东西 是一样的 因为我年轻 我是一个极度自由的人 我是特别怕被限制的人 所以我特别清楚 我那时候要的 一定也是现在年轻人要的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 没有那么多地儿 能让你背上负债 我那时候说白了 特想用信用卡 我到国外的时候 我最羡慕的一件事是什么 就是他们那的人 消费都不是现金 他们用卡 但他们不用信用卡 因为他们太小 但我那时候 其实我妈就有能力 其实她当时给了我一张 她的副卡 第一次我就给刷爆了 然后就一顿暴揍 我妈揍我 虽然不疼货什么的 但我特庆幸的 后来就给我停了 我当时还挺生气的 但你知道 我在一个等于 我之前在国内 那时候没有 小孩根本搬不了信用卡 我到了新加坡 因为我妈对我 觉得有愧疚什么东西 给了我一个她的副卡 能刷 反正额度不高 1500新币吧 大概1万块钱人民币 我第一个月就觉得 我操这钱都是我的 所以我特懂那信用卡 我觉得这特别的害人 我还特庆幸 说中国没有信用卡 这个东西 要不然以我的性格 而且那时候 我那边还没有什么朋友 我中国如果朋友都 我更得要面了 请客吃饭 这位我不能对啊 丢不起这人 你就为了面子 一步一步的 让自己真的是 一下一下的把自己 就是连着那个衬衫和灵魂 一起典当给 你懂的那个当铺 就是第八号当铺